妈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这奶奶家玩得开心吗 不可 开心了 奶奶还给我了一百块钱 那我买点好吃的呢 真的吗 我哪不信呢 这不是对吧 哎呦 真的 哎 不对啊 你这个钱是一五年的 一五年的啥了 一五年的过期了呀 莫保质期了 不能用了 现在都二三年了 那怎么办呀 谁让我是你亲妈呢 我这有着新的 来 给你换 谢谢妈妈 还不客气 哈哈哈哈 叔叔 你看你刚才的小姐姐怎么样 挺漂亮的 但是她是我的舅妈吧 小姐 你说不认识 你 你这个背景就不听说什么 哎 我不好意思的 啥也不是 不能错过机会 你这个背景就不听说什么 好呀 你这个背景就不听说什么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你这个背景就不听说什么 外面下着月 有如我心却在提 我 我们也是刚吃 要不然一起啊 原先我有生气 妈妈 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我那个金拙的呀 这周末你小姨要结婚 我带着他 怎么找不到了呀 我记得我放这了呀 怎么 妈妈 是这个吗 哎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嗯不对 我的金拙的怎么带你呢 你要是自己的东西你送给别人是没关系的 但你不能拿着妈妈的东西送给别人 知道了吗 那以后在家看是不是都是我的 是啊 怎么了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我喝的饭 你说你怎么这样 刚才在里来客人让你唱首歌你都不唱 我不会唱 我不信 一一二元里天天在教你正在唱歌 你不学吗 那连日子都是贴方 你会做吗 那苏北上都是知识 你考上前活了吗 银行里那么多钱 有我用你的衣服吗 大日子都是个不会 喂 你为什么在家跟了我爸 不 你别给我平嘴哈 那人家的小孩在这又唱又跳的 人家怎么都会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会 你还是对我这个产品不满意 你可以翻唱啊 看你怎么能退 哈哈哈哈 九九千八表一三七 二十一 我这个你打我个啥 不好意思啊 这就紧张了咱们重新来 重新 九九千八表一三四 十二六八 七 七六 哈哈 哎不对你学到怎么跟我学会一样啊 他把数字倒过来了你就没发现啊 哎我小时候我没想到呀 你现在不是也没想到吗 对 妈妈你们大学院孩子是不是再来靠我们养老养呀 你这听谁说的这话也太难听了哈 什么叫靠呀 你现在能照顾你自己吗 不能呀 我照顾你呀 那你现在能赚钱花吗 不能呀 我赚钱给你花呀 那你现在自己会做饭吃吗 不可以呀 我可以做饭给你吃 谢谢妈妈 那你老欠妈的你好意思吗 不好意思 要不要离伤往来 要 那我姥姥干不动了 你要不要做饭给我吃 当然要 要不要赚钱给我花 要 所以啊我帮你的成长实现啊 你帮我的晚年保驾 好 咱们这个叫互相帮助 知道了吧 好多愉快 好多愉快 哎 这不是那个小朋友 唐的小朋友吗 哎 哎 你好在这里这么巧呀 你自己来逛超市呀 啊 你爸爸妈妈呢 你爸爸妈妈去家里 你爸爸因为我才买点汤 哦 这是你自己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你还记得阿姨吗 我 自己真好 阿姨好看吗 阿姨好看还是妈妈好看 阿姨 你不怕让你妈妈听到生气吗 阿姨和你看张照片好不好 好 你别慌张 你如此慌张 妈妈你怎么不吃饭呀 我不饿 你吃吧妈妈减肥 那我帮我给你吧 不吃不吃不吃 你快吃吧 妈妈看着你吃妈妈就很开心啊 点的烧烤马上就要到了 得尽快想个办法 让他俩出去 等一会吃完的时候 让你爸爸帮你出去溜达里达 我不吃 外面太冷了 中午外面有太阳 还行 没那么冷 那也没有去 你给你20块钱 你吃完饭 出去溜达溜达 谢谢妈妈 行 没事你们快吃 快吃 你俩终于出门了 我的快乐圆圆到了 家人们 谁懂这种偷吃的感觉啊 就是紧张快乐 加一点内疚 不过这些东西也不健康 这样想想 我就能安心的吃了 我们会深情拥抱 我们会一直到老 只要能够 你俩很有病吧 妈妈 别上去啦 喝爸爸大个气要不就行了 我为什么要吃了 我都不要吃了 我都不要吃了 那你让我大个气 我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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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用英文怎么说 我做了 那两个香香呢 让我想想 男男女 啊 那这一堆香香怎么说呀 听听伤口 我男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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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 别说了 快别说了 算了 你还是帮我去省个白酒吧 明天咱们去老爷家 200多月就行 我男男女 不可能这里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你看那味就是嘛 200多的酒 老爷喝了 不得烹火 妈妈 我来取点钱 什么钱 祝你奶奶给我的钱 快在你这儿了 你不还会找利息的 哦 我想起来了 请输入密码 恭喜发财 密码凑 请重新输入 适当之有妈妈好 密码错误 还有一次机会 图妈妈 永远年轻漂亮 密码正确 请输入金额 一百 余额不足 请重新输入 五十 余额不足 请重新输入 二十块呢 余额不足 请重新输入 那还有多少 谁给我取出来 扣出你的手续费和年费 这是您的现金 请您说好 叔叔好 喂 你好 你没事上学今天 没记 为什么 我热感冒 老板好大宝 真的送了我一袋糖 可把我开心坏了 你现在找的是你了 没有 你这些饱好了 叔叔 为什么会说反而之前还不会疼呢 第二次有合适的 一定是就觉得金额金额呀 给你找一个漂亮的舅妈 漂亮的舅妈 我已经说妈了 我已经说妈了 老板 今天你请客 那我请 你请不什么 那以前都是我请了 今天你请 吃饱了吗 怎么样吃饱了吗 吃饱了 那吃饱了你付钱吧 我再跑回家去 哎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你开愿景了 什么意思呀 看我能不能走到爸爸司法钱呀 这家伙说走就走 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 那你们回来了 怎么回事呀 你舅舅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啊 小金额是贝勒贝 被打击他们心情了 那怎么行呀 咱们后来也想个办法呀 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舅舅 你别难过了 你忘了 那个是正确大学比喻呀 这饭还那么好吃 不会没人要的 对呀 我觉得唐娅说的非常有道理 谢谢你唐娅 还知道安慰我 可是就是没人要啊 怎么可能 不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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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